为了感谢渔民们为台湾渔业文化的贡献跟推广 中华民国全国渔会与台中市台中区渔会携手合作 来举办全国渔民节系列活动 除了有模范渔民的颁奖典礼 也将安排在武器渔港来办理多样化的舞台展演 周边还有限定款的渔玩市集 要广邀民众共同参与 模拟海洋生物在水中悠游 为现场带来欢乐的气氛 为了感谢渔民们为台湾渔业文化的贡献与推广 中华民国全国渔会与台中市台中区渔会携手合作 举办全国渔民节系列活动 还有模范渔民的颁奖典礼 事实上全国渔民节的部分 来到台中就像刚才讲的已经很久了 未来的部分希望说 在这一次的一个协助的部分 可以大家多多去了解 我们全国渔民这些的模范渔民 12位渔民的部分都有它的一个优点跟刺激的部分 还有22个包括我们的优秀渔民 全国渔民节庆祝系列活动 已经成为渔业界人士 欢聚庆祝不可错过的活动之一 除了让模范与优秀渔民分享得奖的喜悦与荣耀 也透过渔产推广行销等活动 活络渔村文化产业 增进民众对渔业的了解 促进发展观光休闲渔业 事实上台中市是睽違27年 台中区议会第二次办了 这个全国的移民节庆祝大会 所以对我们台中市来说 是相当相当的一个难得 那第二个我是要做这个感谢 也感谢我们的一夜署 以及我们全国一会 那也感谢我们台中区议会 能够承办这一次的一个活动 那一夜署从过去以来 对台中市一夜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支持 让我们深感在心理上非常的感谢 颁奖典礼将于22号举办 23号也会在五七渔岗举办 鲜鱼记农产市集 活动当天还有舞台展演 特色市集以及渔岳文化体验 希望透过活动 拉近民众与渔岳的距离 记者杨中环台中采访报道